魏清上了大都督的马车 第一件事就是扑过去往大都督的怀里掏东西 一上车就这么激烈 大都督果然好手段 出发 两人僵持片刻 魏清打破沉默道 给我 你想往我身上藏就藏 想从我身上取就取 魏清建议的不行就来软的 主要是高都督一看就是好人 肯定不是那种占了别人东西不还的人 那你可能是看错了 高都督今晚非常好看 你是在对我撒娇吗 手往哪里摸 魏清这才注意到 原来他手正摸在高颈的腿上 哪想魏清非但不收手 反而顺着他的身上一路摸索到他的手上 谁知刚把卷宗抢回来 马车一遇到他又扑到了高颈身上 你额头是铁打的吗 你觉得我不痛 你这语气 我真觉得你一点都不痛 能不能好好驾车 你们大都督就是将来不嘎在沙场上 也被你给颠嘎在马车上 大都督 二小姐 我会注意的 只是天黑看不轻路 颠簸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我为什么要嘎在沙场上 这只是一个加重语气的句子 别放在心上 你就是不被颠嘎在马车上 将来也要跟我一起嘎在沙场上 这样用对吗 高都督 这个造句不好玩 嗯 造句 你应该能听出来 我是在加重语气 我怕寂寞 不能一个人嘎 跟魏清聊天 高颈总能聊得下去的 就像老友寒暄一般随意自在 你想要的东西 怎么不直接去找收服 他给你取来不是轻松自如 还有你辛苦一趟 把自己弄进大理寺牢里 那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能第一时间抓住他的把柄 那不是害他吗 你舍不得害他 跟我无怨无仇的人 我没心情去害 虽然知道高都督肯帮我 今夜还肯出现 多半是因为收服 但最后还是成了你的情 是不是觉得不报答一下说不过去 是啊 明年高都督还要去避暑吧 明年你要是还被刺 那时我还你 不是嘎在沙场就是被刺 你是不是不希望我过几天好的 怎会高都督身在高位 应当及时规划未来 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吗 回到封小院后 一兰也问了一个和高警类似的问题 二小姐想要这份卷宗 为什么不直接找大都督出面去弄呢 要是他出面一定守到拈来 二小姐今天这样就太过冒险了 别人若是问你借一样无足轻重的小东西 你不放在心上随手就借了 还能讨着个人情 可别人若是问你借一笔数目不小的银子 你不得考虑一下损益 借出去后还收不收得回来 所以不管高警还是苏语 人家跟我非亲非故 凭什么给我依靠让我坐享其成 只要我能偶尔借助一下 他们想要携制对方的思量 给自己谋点小便利 那就很不错了 我看追根究底 还是大嘟嘟若即若离 让二小姐很没有安全感啊 若是早点把关系确定下来 那二小姐还是别人吗 那就是自己人了啊 还分什么借不借的 看到依兰这脑回路 魏青没在说什么 转头回屋睡觉去吧 第二天醒来 魏青第一时间便是打开 那侧被大理寺尘封已久的卷宗来看 当年外公身为太子太父 地位何等高崇 大理寺必定不会草率处理 若妙家一案是冤案错案 看卷宗案情找到些蛛丝马迹 还有可能替妙家翻案并洗刷冤情 可是魏青看着看着 平静的脸色就渐渐变得凝重 原来五年前 太子自尽于东宫 皇帝悲痛万分 一怒之下 以外公为首的太子党臣 全部一朝下狱 这案可能没有办法翻 因为这不是冤案错案 这是一场政治祸乱 魏青一连几天都神情欲欲 提不起精神 当今日魏青提出要上街时 依兰十分积极地响应着 好好好 出去透透气 散散心 一上街 魏青便带着依兰直奔信站 你这收紧地址 只是边关一个大概的方向 没有详细地址 是无法保证把信送到确切的人手上 我暂时还不知道详细的地址 就先按这个试一试吧 二小姐希望就老爷重新回到京城吗 卷宗记载 当年我两个舅舅被发配边疆三年 如今三年已经过去 也不知道他们身在何方 有没有可能是妙家遭此一劫过后 就老爷们不想再重回到这个务势人非之地了 从哪里倒的 就要从哪里起来 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一辆马车缓缓地与魏青并排着走 魏青很想忽视 但这样一辆马车大啦啦地跟着他 我也是太过招摇 有意思吗 真是好巧 分明跟了我一路 哪里巧了 哈哈哈哈 正好忙完了是 本来想着去接你 没想到在街上碰见了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日陪我去吃饭 如何 你们这些金贵 可真是会享受 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 还是有资格享受一下下的吧 堂堂守府 能别说的那么可怜吗 这么快就把烂摊子收拾妥当了 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 再拖下去 皇上会不高兴的 掩体暗结暗了 那试图伤害静意的那伙子乱党呢 你的农商新政 应该进行的也不怎么顺利吧 你是在关心当下时局 还是在关心我 你就是当下时局 魏青以为苏玉不会跟他聊这些时政话题 没想到苏玉却告诉了他 截止公主 当然不能放过 皇上等着结果 所以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至于农商新政 得百姓支持 进行的还算顺利 那些世家财阀 我给他们脱离新政令当别论 他们自然而然只有一附朝廷才能谋得利益 应该说是他们要依附于你才有新的利益 而不是依附朝廷吧 这农商新政一出来 百姓们的呼声就很高 可那些名声 说到底都是为将来苏玉所支持的皇子赢的 苏玉自身笼络住了世家财阀 那才是最实际的利益 说不定搞新政营民心只是顺便 苏玉真正的目的是收拢这些财阀才对 这次敬义公主被结一事未成 那些财阀反倒成为苏玉手中的筹码 苏玉这次保住了他们 以后他们都可以为苏玉所用 想什么呢 茶凉了 亏我还担心你斗不过高都督 现在看来完全是多余 你知道我最大的破绽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你 所以你最好不要对高警报什么幻想 他对你好都是源于想对付我 他这人比我更狼心狗肺 魏清文言就笑了 笑容很浅淡 我从来没对谁有过幻想 我清醒得很 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才加以利用的不是吗 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你知道我一直等着你开口 开口什么 开口求你帮我达成目的 做一个你身边的寄生虫 只管着坐享其成是吗 我是会寻求捷径 可也不至于贪心到一步跨到终点 就算是捷径也是经过我辛苦开拓来的捷径 因为任何没经过努力得来的东西 到最后他都是站不住脚的 大抵如此 所以我才这么喜欢你 如果我喜欢你 你会怎么回答 什么怎么回答 应该是我问你有何诉求 嗯 说吧你有什么诉求 说出来我才好拒绝你 我这是还没开始 就已经凉了吗 算了 先吃饭吧 卫青仔细地品尝着桌上的美食 苏玉看着她沉默半赏道 你这样子真让人受伤 感觉对待饭菜都比对待我要认真 那不然怎么办呢 不吃了 你也别老喝酒 这里的菜不错 这里的菜都吃过不知多少回 就是喝不醉的 我们这最少不了的就是应酬 那你怎么不带我去一个 你没去过几次的地儿 这样你我都会感到新鲜 带着你 就已经是一种新鲜了 别聊我 我年纪还小 这玉佩 你总该拿回去了吧 可能不行 今天出门我也配了腰佩了 你倒是说说 你哪天出门没配腰佩的 你怀里几十片金叶子都能塞得下 还塞不下一块玉佩 玉佩我喜欢带着 不喜欢塞着 那你就委屈点 腰上挂两块 苏玉记把玉佩给了她 就没打算再拿回去 说什么她都不要 你不要 我等会儿就拿去卖了 卖了就卖了吧 所以我是给了你 这家伙软硬不吃 可卫青今天打定主意 非还给她不可 于是起身就把玉佩 往苏玉怀里塞 苏玉捂着胸口无奈道 你以为这玉佩 真是我不小心落下的 这本就是给你的 你就收好不行吗 当初我问你要的时候你不给 现在我不要了你去强留给我 你还是拿回去自己娶媳妇用吧 娶媳妇是骗你的 我说着玩的 你不用有什么负担 卫青塞不进她的怀里 不由分说就要把玉佩 挂到苏玉的腰上 喂 这样挂两块很不雅观的 我管你 两人正在拉拉扯扯 难分难舍时 对面传来了大都督的声音 首府真是好雅心 高警这一海 其他官员也纷纷凑上前来 一看究竟 苏玉当即把卫青挡在了怀里 没想到在此地 与大都督和诸位大人偶遇 真是幸亏 能与首府在此地弦弄风月 也是难得 让大都督亲眼撞见 我不好意思的很 看他一脸的春风得意 哪里有半点不好意思 卫青趁着苏玉和同僚打招呼的时候 把玉佩偷偷塞给了他 你这样拉扯我的腰带 很容易让人误会你很迫不及待的 是吗 那我有多迫不及待呢 大都督亲慢慢赏紧 恕不奉陪 苏玉说完就关上了窗台上的门 好歹我也是帮你打了掩护 你就这样对我 为我打掩护 你怎么不跟他们继续聊 聊到晚上顺便一起吃晚饭 我是首府 在外面要注意影响啊 我要时一慌 别人立马就抓住不放了 那是你的事 可扯我腰带的人是你 我名声受损 你要负起责任 那要不要我的腰带也给你扯一下 我们就算扯平了 此想法甚好 你放马过来 算了算了 我不与女子一般见识 饭吃完了 我走了 你走吧 对面那几个老滑头肯定派了人在外面候着 想看看和我在一起的女子的真面目呢 你若是不在乎这个 现在就可以走 反正我随便 也乐意对你负责 这要是被对面那些人知道了我的身份 那我和苏玉就真的有嘴说不清了 既然这么乐意对我负责 为什么又要告诉我这些 让他们发现了我不是更好吗 对我是好 但对你不好 我不想你因为流言飞语跟我在一起 我要你心甘情愿地跟着我 魏青只好和苏玉留在房里 一直等 等到那些人吃饱喝足 带着丁烧的下属走后 她才离开 二小姐 你和首辅只是吃个中午饭 怎么吃到傍晚才回来 是不是吃过饭以后又和首辅去哪里玩了 二小姐是不是对首辅有感觉了 有感觉啊 而且这股感觉还非常强烈 不揍她一顿 就感觉浑身难受 大嘟嘟就不会让二小姐有这样的感觉 一提她我就更难受 我堂堂首辅 连没玉佩都送不出去 若是让外人知道 岂不是笑话 玲珑剔透如她 怎会不清楚我的心意 大人 近日二小姐去过信站 寄了两封信出去 苏玉用银签子将信口的蜡封不着痕迹地拨了下来 大人 二小姐这应当是加信 不是什么密信 大人拆开了看 会不会不太好 少女的心事难猜得很 看看她写什么 我心里才有个数 等苏玉看完后 又把信重新塞回信封里 重新上蜡封 然后交给随从投回信站里 二小姐投了两封信出去 已经被首辅拦截过一次 大嘟嘟要不要确认一下心里的内容 高景拿着信封翻来覆去看了两眼 上面的收信人信妙 一看便是加信 首辅这人渣 连女人的加信都不放过 高景一边说着一边撕开信封 一脸的理所当然 莫说别个 大嘟嘟您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跟首辅不是半斤八两吗 高景看完以后又换了两个新的信封 拿笔照着写了收信人的名字 又交还给了锦衣卫 民间信站送信太慢 走官方驿站送出去 是 高景用的是卫场的信封 上面又落了他的笔记 官方驿站的信差是丝毫也不敢带来 还会尽其所能地送到地址笼统的收信人手上 魏清没想到 短短几天的时间 有关首辅的八卦会传得如此迅速 昨天我去郡主那里 听说了首辅的事 好像首辅与女子优惠于梅园阁楼 几位朝中大臣给撞见了 首辅与那女子搂搂抱抱 十分的情投意合 外面那些风言风语 也值得三妹拿到饭桌上来说嘛 首辅节身自好 岂会让女子战身 肯定是有人故意破脏水 大姐姐何故这样生气 我也只是听郡主说的 就是不至于首辅相拥的那女子会是谁呢 谁这么有福气能得首辅的喜爱 魏琼居听着受不了 转身就跑了出去 大姐姐这是怎么了 徐氏安自咬牙切齿 收着脾气道 琼居许是不舒服吧 我去看一看 哪想魏清从前院刚回到封小院 一蓝又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道 二小姐 最新消息 首辅居然有了新环 听说她与那女子在酒楼的房间里待了一整天 闭门不出 不知道在房里都干了些什么 平日里奴婢看那首辅大人风度翩翩 气质不凡 像个君子模样 却没想到首辅居然是这样的人 你说她都有了相好的了 还来招惹二小姐干什么 一蓝 据你打听来的消息 她是在什么地方与女子私会的呢 好像是在一家酒楼里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就是三天以前的时间 那天首辅还要二小姐一起吃饭呢 没想到一转头就与别的 哦 你还记得那天首辅要我吃饭啊 那 那天跟首辅在房里一天的人 是二小姐吗 一蓝反应过来后 是一点八卦的心情都没有了 只剩下了担心 那 那那天你和首辅在房中 你们 我还这么小 你说我能和他在房里干什么 可 可首辅他是成年男子啊 可首辅他是成年男子啊 那天运气不好 在酒楼里遇到了朝廷的人 所以一直磨到那些人离开我才会来 除此以外再无别的 那这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尤其是大小姐 还有外面那些爱慕首辅的姑娘们 否则让他们知道了 祖团来活思了二小姐都有可能 主仆俩正聊着时 老夫人满脸喜悦的过来了 祖母 你怎么过来了 亲丫头 宫里传来一指 明妃娘娘要宣你进宫呢 明妃是母亲的闺中好友 也是敬义公主的生母 她宣我进宫 应该不是坏事 亲丫头 今日进宫切记要严行谨慎 你是魏家的女儿 凡事当以魏家为先 若能在明妃娘娘和敬义公主面前说几句魏家的好话 那最好不过 魏卿不治可否 你要知道 你能与敬义公主交好 还能进宫 这些风光体面 可不是单靠你一个人就能得来的 若没有你爹在朝中尽心尽力 哪来你的今日 所以你进宫后就好好与敬义公主说说 待你大姐姐赔个不是 你看穷久 多与灵书郡主走动以后 也能争取到郡主的谅解 祖母说得对 要是没有爹 怎么会有我今日 只不过敬义与我相识 却不是因为魏家的缘故 祖母是不是忘了 我与她乃从小的玩伴 不然我为何要冒险救她 既然是这样 那青丫头在公主面前岂不是更好说话了 祖母在这么设身处地 为大姐姐着想的时候 可曾问过我 就公主那一夜遇到过什么危险 一夜未回又在什么地方 不过祖母放心 我不会在明妃娘娘和公主面前 说魏家的闲话便是了 老夫人自知对魏卿疏于关心 有些理亏 也不好再坚持什么 民女参见明妃娘娘 参见静义公主 明妃让身边的嬷嬷把魏卿搀扶起来 打量着她温声道 清清 民女在 明妃朝她伸手 她迟疑了一下 方才缓步上前 一转眼 长这么大了 前些日你救了我们静义 静义受了风寒 一直没有机会叫你进宫来 今日总算得以一见 我应当好好向你道谢 娘娘言重了 公主是从魏府回去途中遇劫 您女也有责任 上次皇上已经赏赐过了 娘娘实在不必如此 这是母妃亲自选的 你不可浪费母妃的心意 不等魏卿再多说 静义已经让宫人 把东西全部搬去 送魏卿回去的教年 随后明妃又拉着魏卿 说了会话 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妙兰 当初你娘离了京 不成想 竟是一去不回 清清 你娘是如何 我娘心结难解 久病难治 便是去了 以后有什么难处 只管来找我们 我们自会为你做主 谢娘娘关心 明妃知道两个孩子 必是有话说的 便没留未亲 让静义带她去了 自己寝宫里 听说你揍了纪从贤 你为什么要揍她 还被关进了大理寺 在街上起了点争执 你与她一般见识 做什么 她不学巫书惯了的 后来我让人去大理寺接你 结果回来人却说 你跟大嘟嘟去了卫场 大嘟嘟有没有为难你 那里的锦衣威 对你动行了没有 大嘟嘟要是怎么了我 我现在还能好好的吗 你才回来京城不久 卫场那个地方 有多凶残你还不知道 这次算你运气好 对了 外面传言 首府与一女子 于房中甚是亲密 卫青 你知道那女子是谁吗 呃呃 说实话 我不知道 在公主的眼皮子底下 首府居然如此不检点 尾时该罚 这不怪首府 我虽然喜欢她 但却没与她有什么瓜葛 要罚也该罚那的女子 咳咳咳 首府位高权重 又不是那女子所能拒绝的 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 你为什么要帮她说话 你是不是认识她 不认识 我只是觉得亲眼所见的尚且 不一定是真的 更何况还是流言蜚语乱传的 你说的对 首府不是那样的人 这一定是她的对头污蔑她的 首府知道你这么喜欢她吗 她可能不知 首府公务繁忙 管着朝中大小事 哪有时间来管你情长终身大事 所以你打算一直这样单恋下去 那不然怎么办 你要么问问她的意思 要么让你爹做主啊 你这样不吭声 不是耽误了自己吗 我父皇探过她的意思 她说她要为朝廷效力 暂不考虑个人终身大事 首府是朝中重臣 父皇不好勉强她 嗯 首府究竟是怎么做到 让皇上不再勉强她的 皇帝若要管苏玉的婚姻大事 而且还是将公主嫁给她 能有她拒绝的份吗 首府说 大都督乃国之公骨 朝之众臣 一心意义效忠朝廷 兢兢夜夜未曾懈怠 她尚且还没成家 首府哪有颜面先成家 坐享其人之福 果然狡猾如斯 这两个对头既是皇帝的左膀右臂 又是其逢对手 既然都没成家 皇帝也不好顾此失彼 可是要找一个和大都督相匹配的女子 何其困难 金钟的大家闺秀们 怕大都督怕得根念飘逝的 所以给大都督找两远 就成了朝廷里的一大难题 大都督喜欢的是权势 喜欢的是朝廷里的事 感觉她五行八卦里都不需要女人 这种人会成家吗 是的 我甚至觉得她是天生情博的 命里没有女人 难道她需要男人 说不定还真是如此 她和苏玉斗着斗着 万一斗出真感情来了 也不需要男人 她就需要她自己 有传言说她其实是个太监 这怎么可能 太监怎么可能在朝堂上当官 大都督掌管一朝军务 父皇的安危和宫里的秩序 由她的锦衣为负责 还有宫里执事的东厂太监 也是由她过问 不对啊 大都督管太监的事做甚 太监的事不都是太监在管吗 你就当我没问过好吗 其实今日见你我还有件事想拜托你 我父皇快过寿了 我不知道该送他什么寿礼 宫里的东西他都见过了不足为奇 你在宫外帮我找找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新奇的东西做贺礼 魏清魏座表示 你可以舍身救我 能不能不要生我父皇的气 他是皇帝 你与他生气 是半年也逃不了好的 我没有生气 也不敢生气 我虽失去了最疼我的外公 可皇帝也失去了一个他精心培养的儿子 既然追究不了过往 那就着手打算以后 皇帝能让妙家落魄潦倒 自然也能让妙家东山再起 那你便是答应我了 对了 上回首府给你批的外袍 你还给他了吗 记忆一提 魏清这才想起 那件外袍好像在魏厂里醒来过后就没见过 难不成你想私留着首府的衣物作念想 没有没有 我没有那个癖好 要还要还 肯定是要还的 那你就快些还 那天晚上首府外袍什么颜色什么样式 我记得清清楚楚 你休想糊弄我 要是酒不见首府穿那件 定然就是你没还 看来要想找来还给苏玉 还得问一问高景啊 魏清在宫里一直待到下午 别过敬意后 发现明妃赏赐的东西 把送她回去的教练都给填满了 她无处落脚 真是上也不是 不上也不是 哦 哎呀 高都督 我才念着你你就出现了 真是好巧啊 魏清当然没忘前些日 她和苏玉的绯闻 都是因为对面这货看好戏挑起的 算了 此一时比一时 眼下跟高景记仇 苦的可是自己 看样子竟然你过得很滋润 哪里 这都是托高都督的福 高都督准备下班了吗 何时出宫 高景一看将年里的情况 便知道魏清是来蹭她轿子的 我找高都督有正式商量 你的轿子呢 不如我们上轿聊 我的嫁妆 高都督打算什么时候还我啊 急着嫁人了 这哪能急得来呢 比嫁人有趣的事情那么多 干嘛要找个人把自己拴起来 我是想着把那些铺子收回来经营方便点 高都督这么忙 怎么能还让你继续操心呢 你要是好好说话 可能还有商量的余地 咳咳咳 上次去看我的铺子 还有家古董铺没来得及去看 这回静义公主 托我给她找份新奇的寿礼 所以我想去古董铺子找 但静义好像忘了给我钱 我本人继续浅薄 所以高都督你看 高景和尚眼帘 显然不太想理她 魏清戳了一下她手臂 高景也不予回应 唉 高都督贵人士忙 整天勾心斗角都斗不完 还要操心我的嫁妆 我那扎爹都不曾像高都督这般操心过 古玩事夜中开 要去也是晚上去 高都督今天真好看 皇上寿臣将至 是该准备一份寿礼 等过两天一起去古董市场转转 你顺便帮我也挑了 对了 上回我在卫场 身上是不是披了件首府的衣裳 还在高都督那儿吗 烧了 你烧了 好好的一件衣服 又没惹你 你烧她作肾 不然我留着首府的衣服做什么 拿来碍眼吗 你完全可以叫我把她带走啊 提起首府 我突然不是很高兴 没有心情去古玩 卫青咬了咬牙 当即换了个笑脸道 哎呀 首府真坏 老是让高都督不高兴 我们不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了 苏玉的衣袍怎么整 我忘了这事 静意以为我私藏着做念想 那苏玉会不会也这样以为 若是因此生出这样的误会 那可不好 看来得做件一模一样的还给她了 回到卫府时 宫里人已经把明妃赏赐下来的东西 抬去了她的封小院 亲丫头 娘娘赏赐下来的这么多东西 横竖也用不完 不如分些给你的姐妹 这也是让卫家有面子 卫穷居和卫穷酒机羡慕又嫉妒 当然很想要 所以老夫人开口时 她俩就乖乖站在一边不说话 等着卫青分给他们 上次宫里赏的全被他们给瓜分了 这次还想着要 不觉得太贪得无厌了吗 娘娘赏赐下来的首饰和布匹 在宫外买不到 我若分给姐妹 她们能穿戴出门吗 若是让娘娘知道了 可就不是让卫家有面子 而是对娘娘不敬 我倒是不介意分些给大姐姐和三妹 总母介意吗 不过总母多数时间在家 回头我选两匹合适的枝姐 来给总母做新衣裳 倒是不错 好 好 还是亲丫头最孝顺 卫穷居愤恨地看着卫青回了封小院 自从来了京城 卫青把所有的封头都抢了去 我却沦为别人的笑柄 可我还偏偏不能把卫青怎么样 我自以为和卫青还没有撕破脸 可不曾想卫青去连面子功夫都不肯做 晚上临睡前 卫青又把卷宗看了一遍 不知写给舅舅们的信何时才有回音 对了 之前去祭拜娘的时候 建荒坟有被打理过的痕迹 说明有人曾去祭拜过 而且还知道娘喜吃橘子 想到这里 卫青顿时睡意全无 坐到桌前给周成蔡夫人写信 信中问候过蔡夫人后 卫青又说了她娘坟地所在 请蔡夫人帮忙着人留意着 看看有谁会到那里去 第二天上午 卫青就带着依兰出门把信投在信站里 哪想投过信后才在街上转了转 依兰就指着一人道 阿尔小姐 那人 是不是首府身边的那个随从 还真是 主仆俩亲眼看着她进的信站 片刻后又出来 首府也要在这民间信站里投信吗 她这么高的官 怎么会没有个替她跑腿送信的人 估计是吃饱了撑的 卫青说着就抬脚往信站走去 我要收回自己的信 不投了 结果信站的人吞吞吐吐半天才老实交代 姑娘 取信的人又关张 说是最近严查通信 若是没问题 还会再送回来的 一直到中午的时候 卫青才看见苏玉的随从把信送回来 然而 苏玉的随从前脚刚走 又有锦衣卫进了信站 锦衣卫也是进去片刻就又出来了 依兰 你回信站去看看 是不是信又不见了 片刻后 依兰回来敢笑道 可能他们 他们只是关心二小姐 呸 大男 这两个丧心病狂道德败坏的人渣 居然查到我头上来 还窥探我个人隐私 剥夺我通信自由 卫青气呼呼地等了半天 也不见锦衣卫把信送回来 拿了一个腿的 上次那两封信 有可能也被锦衣卫给带走销毁了 卫青回去后又写了一封信 让依兰投到信站去 这封信要不要奴婢盯着 万一那些人又去拿走了呢 投了就回来 这次不用管 这次锦衣卫动作比较快 先首辅的人一步把信拿到了手 大嘟嘟 这次赶在了首辅前面 高警不急不许把信纸拆开 神色寻常地扫了一眼 然后抬头看锦衣卫等 赶在首辅前面 很值得骄傲 以往做任何事 锦衣卫不都是要力争赶在别人前面吗 高警把信装起来重新封好 又交给了锦衣卫 大嘟嘟 这次还走一站送出去吗 放回去 首辅还没看 什么时候大嘟嘟要和首辅分享情报啊 大人 这次慢了一步 让大嘟嘟的人先劫了去 他劫去了的心 怎么还会又送回来给我看 结果苏玉打开定睛一看 表情就顿着了 然后又失笑道 这次写的不怎么样 骂起人来却一点也不马虎 卫青这封信没什么别的内容 就是专门写来骂人的 谁看就骂谁 从细数变态偷窥狂的种种罪行 到陈述将来有可能遭受的种种暴力 最后再总结一句 你怕不是脑子有毛病吧 卫青骂得很舒爽 躺在躺椅上想着那两只人渣 先后会拆开来看 心里就更舒爽 两天后的夜晚 大嘟嘟如约而至 二小姐 大嘟嘟来接你了 不曾想为青刚走出大门 就被魏慈叔给叫住了 这么晚了 上哪儿去 看来方才依然去向我禀报时 开门的下人也去禀报了魏慈叔 要是在平时 魏慈叔丝毫都不会关心 可今天魏子归在书院里 偷同学的贵重东西被叫了家长 让魏慈叔在同僚面前颜面尽失 他现在心情非常糟糕 急需要一个出气筒 回爹 听闻夜中有闹事 所以出去见识一下 姑娘家不知检点 白天到处乱跑也就罢了 现在深夜 竟还与人出行 知不知羞耻 你这一去 是不是晚上就不回来了 外面驾车的人是两个面生的 加上这阵子魏慈经常往外面跑 魏慈叔便料定 他是招上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就是你不要脸 魏家还要脸 你现在身在魏家 就该知道 不要给魏家抹黑 自己做出不知廉耻的事来 到时不要怪魏家对你无情 魏慈叔含沙摄影的训完后 看那辆马车还纹丝不动 没有一点要离开的样子 不由得更生气了 不知车架内是何萧小之辈 精敢伊丽丝会诱拐家宅女子 如此大胆狂妄不自重 还敢堂儿皇池停在我家宅门前 倘若再赖着不走 就休怪我报官处理 不知大都督驾灵 有失远迎 下官言行有事 请大都督恕罪 本都司会家宅女子 胆大狂妄 魏大人还要去报官吗 魏大人还要去报官吗 下官不敢 下官不支持大都督 冒犯大都督 实在自残心晦 首府如此谨慎的一个人 怎会容许身边的人粗心大意 口无之拦 他却破格替拔了魏大人这般的 魏大人知道是为何 请大都督明示 他若是在魏大人手上有个什么 魏大人的高官厚禄 富贵荣华可能就要到头了 高都督 你打算何时把我的信还给我 看也看了 却拿走了不还 有点过分了呀 一般我要拿的东西 没有还的 那只是普通的家信 有何重要的情报 值得你接我的信的 我不过是想找回我的家人 还有向一母问生安好 这也爱着你了 魏青看他一副心安理得 问心无愧的样子 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只要我没妨碍谁 危害谁 与谁通书信 书信的内容是什么 这完全是我的自由和隐私 人权你懂不懂 高都督 良心你没有就算了 但羞耻心是个好东西 你得有啊 偷窥别人隐私 你不感到羞耻吗 是首府先看的 你怎么不去骂他 我看你俩都是吃饱了撑的 首府看了好歹要还 高都督看了怎么不还 信在哪儿 信仪不在我手上 我还不了你 那信在哪儿 这是隐私 去 果然不能对他抱什么期望 听说东家要选东西 这店里的东西 东家尽可看看 魏青前前后后的观摩挑选时 高景便坐在铺子里喝茶 高都督 这个可好看 宫里还少这个 谁说我是给你们挑的 一母喜花 若是用这花瓶给他插花 再好看不过 你还是先挑瘦礼比较好 我来来回回看了几遍 都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 这是店铺里的伙计 从外面捧了件东西回来 用绸布盖着的 应该是今晚黑市的收获 魏青揭开绸布一看 只见那是一尊散发着 温盈光泽的古玉佛 卖家说这古玉佛 是从仙人墓葬里挖出来的 历史悠久 和皇宫扯不上关系 掌柜的也仔细验过 所言应当不虚 这古玉佛保存得十分完好 质地温润 栩栩如生 就这个了 去找个合适的柔软的锦盒 把这古玉佛精细的包起来 决定好要这个了吗 静义公主说 皇上平日里 除了忙碌正午 就是喜好点书画 最近又因为太后礼佛 皇上偶尔也陪同太后 会参悟参悟 很是自得其乐 眼下送这个 投其所好 况且这玉佛 看起来不普通 够贵重 也不是眼下宫里有的东西 只要不是从皇上手里流出去的 管他来路正不正 若说他是皇上敬重的 某个仙谷圣贤所有 还能让皇上龙心大悦 你这是欺君啊 这句别人所说 要是说的不对 那也是别人的错 关我什么事 高景无语 魏清又道 公主说皇上有孝心 要是送这古玉佛给他 他转手拿去送给太后 太后一定高兴 太后一高兴 他也就高兴了 一次性让两位泰山人物感到愉快 岂不一举两得 若是公主知道你这么费心的为他考虑 他应该感动一下 我有说这是帮静义选的吗 皇上宠爱静义 他送什么皇上都会高兴的 静义追求的与高都督追求的不一样 所以这物件是替高都督准备的 让他随便选选 他却放在了心上 还连生意都帮我揣摩好了 那你又替公主选什么 静义要的是新旗和孝心 我看你做的这座椅就不错 这虽是一把金丝南木椅 可到了宫里也不足为奇 那就把它改造的新旗一点 掌柜的 这椅子不符合人体学 坐久了腰疼 帮我改改 怎么改 魏清拿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图形 把椅背的弧度进行调整 还加上一些按摩的木珠子 最是适合皇帝这种久坐 且日理万机的老大闲时 坐下来放松放松 高都督觉得呢 到时还得劳烦高都督 帮我把改良后的椅子送去给公主 从古董铺子里出来时 外面飘起了雪花 两人一起朝巷口的马车走去 魏清又想起了他的嫁妆 高都督 我的嫁妆 你想什么时候还我 高景停下来看着他 还是一样的回答 着急嫁人了吗 莫不是要等到我嫁人 你才肯还我 若是我一辈子不嫁 你岂不是一辈子都不还 不是说你爹渣吗 那我先替你保管着 铺子还照常经营 那我缺钱花怎么办 上次菜针给你的黄金你花完了 还有明妃娘娘给你的赏赐也败光了 若是都花完了就来问我要 你义父不再经常 我替他照顾你一二也是应该 说白了就是捏着我的嫁妆不放了是吧 还说得这么好听 高都督 我在城郊还有个山庄呢 附近的甜土都是我的 我打算空闲的时候 拿那山庄来另做点营赏 要不我们合伙做生意啊 再说吧 年下不是很得空 你若不还 那这几个月的盈利 就当是给高都督做报酬了 以后可是高都督主动要管的 我是不会承认给你一分钱的 铺子所有盈利全都是我的 要是以后仗对不上 我就 就怎么 哼 要你肉肠 你有本事试试 这货若是霸着不给 我还真没有办法 高警把魏青送到了魏家 看着魏青进去后才离开 今晚那位紫书狗胆薄天汝妈大都督 要如何处置 首服养着这条狗 随处可见破绽 留着他 以后迟早得坏事 那属下去做了他 坏的是首服的事 做他作甚 哦 魏青 你昨晚怎么不说 马车里的是大都督 爹不是没问吗 我没问 你也应该主动说的 爹一来就劈头盖脸 把我骂了一顿 我也没机会说啊 爹是担心二妹 晚上与男子出去有伤风化 就算爹则骂二妹 也是应该的 无论如何 二妹都应该详细告知 更何况来的还是大都督 你这样什么都不说 不是献爹于不义吗 大姐姐勿忧心 昨晚一路上 我都向大都督解释过了 大都督宽宏大量 不会为难爹的 魏慈叔听到这话 才稍稍放了放心 如若首府提拔 我真是一位魏青 那我万不能让魏青 还与大都督纠缠不清 之前就提醒过你 往后少与大都督来往 爹的教会我谨静于心 只是大都督亲自来找 我可以不去吗 这话倒把魏慈叔给问住 魏穷九在旁边 嫉妒的都快要发疯了 魏青 你居然还在与大都督来往 还深夜与他出行 魏青从前厅出来后 魏穷九匆匆追上了他 二姐 我知道上回避暑山庄的事 使得大都督很不愉快 我想亲自给他赔罪道歉 二姐 可以帮我吗 不等魏青回答 魏穷九已经楚楚可怜地 拉着他的袖脚了 不然 不然我心里一直不安 若是大都督能够谅解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倒是想帮你 可大都督不是想请就能请得来的 大都督对二姐这么好 二姐一定请得来的 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二姐的 既然三妹这么想向大都督赔罪 我应该尽力帮忙的 魏穷九见魏青答应了 满是欢喜的离开了 二小姐 三小姐明显是利用您想见大都督啊 在山庄的时候 他不是还勾引过吗 二小姐怎么轻易答应他了 他对大都督绝对心思不单纯 求着赶着作死 我能怎么办 当然是成全他呀 就是不知道高都督最近有没有这个闲心 我还担心三小姐跟你抢大都督来着 现在看来完全是瞎操心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